大家上次课呢我们是学习了一下这个扣函数的全局调用 那么呢有些时候的话我们可能也会涉及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可能仅仅就是当前一个axi或者当前一个操作 需要调用某一个函数 而不需要在全局过程都要一直加载 那么一直加载会存在一个问题 就是一个执行效率会加强 还有一个怎么样 在用的资源可能也会比较多 所以这个时候怎么样根据自身的一些需要 在某一些特定的操作当中去什么样 执行这个或者是调用一些函数 那么这里面呢就需要局部调用 那这里面给大家呢展示一下 那么上次课呢我们是写了一个什么样 这个支付算输出的这个什么样函数 那么呢我们现在呢来看一下局部调用 局部调用 我们把上次的交本打开 同样呢我们新建一个axi再新建一个 现在是只有一个对不对 再新建一个 直接插入进去就行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文件设置下面的resource里面 这里面是没有库函数的了啊 OK那咱们先来看一下啊 如果说我在action1当中来调用 这个函数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写的 VBS 好接下来是什么 要用它 我们看一下啊 acdre 好我们执行一下它 看一下执行效果 看能不能输出 好可以没有问题对不对 那么现在假如说我在action2当中呢 我这边已经加载了 我是不是可以不加载 我直接什么 第二个呢 大家看一下 可不可不 好执行一下 好第一个没有问题 大家看第二个就出问题了 类型不匹配 那说明的是什么呀 就是说如果你使用的是什么 执行文件这种方式来加载我们的枯寒数的话呢 那它实际上是有一定的作用域的 也就是它仅能是在当前调用它的action当中生效 而它不能在其他的action当中 不仅调用直接使用 所以这个就是它的作用域 也就是说你通过execut executefile这种什么样 函数调用的方法的话呢 只针对当前的action生效 而对其他的action不生效 那其他的脚本就更不用说了 更不可能生效的 所以这种呢叫做逐步调用 我们上次刚才讲的叫全局调用 这次叫逐步调用 所以有些时候比方说涉及到 举个例子 登录功能 你把它封重成一个函数了 那么你在调用的过程 你也仅仅可能就是什么 登录的action需要用到它 那么你就没有必要把它设置在一个 全局的什么样 还是否则是什么样 会出现什么样 多次的这么一个调用 那当然了这个刚才说到的 就是如果说你涉及到一个函数 是需要 其他的脚本 其他的action都需要的 那么呢你这个地方就不需要把它做成一个本地调用 那局部调用 你应该把它做成一个全局调用 否则的话就出现每一个action都要来调用一次 就导致频繁的这种什么文件写路写出 是不是 所以说在我们实际测试过程呢 这个函数啊 根据大家的实际需要 怎么来做什么 做选择 做操作 所以这个地方大家注意一下 OK 这个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 那我们呢给大家花一点时间介绍一下 酷含数的调用 一个是全局调用 一个是局部调用 大家呢看一下效果 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在实际时呢 写的时候就要做就需要注意了 以后我们再做这个框架的时候呢 大家呢 这个要知道 我有些为什么是全局调用 有些为什么是局部调用 就行了 那咱们这次就讲到这边 这个酷含数呢 两次知识点给大家都已经讲完了 谢谢各位